大家好,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 HKCEE 2002年的Paper 2第38條的MC 事不宜遲,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 The remainder when x 二次加 a x 加 b is divided by x 加 2 is 負 4 The remainder when a x 二次加 b x 加 1 is divided by x 減 2 is 9 它就問你,The value of a is 什麼呢? 事不宜遲,先拿一張答案子出來 做這條題目的時候 我自己就會聯想起 應該會用到這條紅色的公式 這個就叫做remender theorem 如式定理 在這裡,其實先看一看什麼叫做remender theorem 它就說 If fx is divided by x 加 b 那就是說 如果 fx 是被 x 加 b 除 那是什麼意思呢? x 加 b 就是除人那個 而 fx 就是被人除那個 那頂上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說 the remainder is fa 就是說 則那個餘數就會叫做 fa 那其實我怎樣理解這個紅色的remender theorem呢?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會用兩個step去理解它 就是綠色部分 這些就是口缺心法 對,武功口缺心法 不用外出的 千萬不要寫給別人看 可以嗎? 所以在這裡 對,幫助你理解 綠色就是王Sir從小到大的口缺心法 就是我會理解成remender theorem 就是step 1 就是把除人那個 就是x-a 是不是? 就把除人那個 設定為0 就是x-a設定為0 接著看看x是什麼 所以x就是等於 -a到旁邊加a 所以就是a 接著是step 2 step 2就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remender theorem 最powerful、最勁的位置 就是它告訴你remender 就等於什麼呢? 就被人除那個 就是fx 不過這次 不要寫fx下去了 x就要轉東西了 因為step 1那裡說明 x等於a 所以x就轉做a 所以remender等於f a,不是fx 這個綠色部分 重複 甚至都這樣說 就是remender theorem的口缺心法 你千萬不要寫在份卷裡 就當步驟寫給別人看 別人不知道你寫什麼 不用外出的 好了,回應這條題目 首先它就說明了 就是被人除了x22次加a x加b 不如我先給它一個名字 所以我就會說 好,let fx 就等於x22次加a 再加b 事實上 好,因為由於我這樣寫 好嗎? 抄回它就可以了 就是說 the remainder 第一句說話 when 這個就是fx 不用抄它整句 x2次加a x加b 不就是fx 剛才我叫了 is divided by x加2 is -4 所以發生什麼事呢? 根據 remainder theorem 我們可以知道 step 1 不如我再做一次例子 re remainder theorem 在這個例子 在這個情況裡 除人的當然就是x加2 是嗎? 就設定它為0 不好意思 按錯了 好,接著看看x是甚麼 調到旁邊就是-2 所以換言之 現在你會知道 step 1 看到了,就是x等於-2 好,到step 2 最powerful 就是remender theorem 就是這部 就是它說明給你聽 就是remender 其實就會等於 f 不是x x轉為-2 因為step 1告訴你 可以嗎? 所以在這裡 因為這裡回應 藍色的部分 進入 答題簿 其實 因為別人說明 remender 就是-4 如果你用x加2 去除它的時候 remender就是-4 所以 今次你給我 我就會寫 f-2就是remender 那就是-4 所以不注意的情況下 換言之 我們濕個-2 x 就是-2的2次 再加a乘 -2 再加boy 就等於-4 那就是換言之 在這裡 整整整整整個位置 這個是-2的2次 就是-2 2 4 再減2的a 再加boy 等於-4 即是-2 即是-2 這條題目 它也給了第二個資料 就是說 由於-2 最後第二行那句 就是-2 remender 這題目有說的 照抄就可以了 就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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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所以 我們得出 就會知道 所以 我們用綠色筆 當作算草 第一個步驟 就是除人的抽出來 就是x-2 設定它為0 好噁心 再說一次 設定它為0 那x就會等於2 好噁心 好噁心 好,接著是step2 這個remender 根據remender theorem 就會等於f xx 就是sub2 所以在這裏 我們會得知 即是 換言之 remender 是等於9 即是f 2 就是remender 所以f2 就會等於9 即是換言之 這裏 你給我 我退高一點 即是 2的2次 就是b 再加a 乘2 再加boy 就等於9 好了 即是說 2a 再加boy 好了 就等於什麼呢 左邊有個2的2次 即是2乘4 是不是 2乘2 2乘4 將加4調到右邊變成-4 即9-4 即是5 所以換句說話來說 在這裏 我們又會得出到第二條色 就會是... 啊 我是不是... 有沒有寫漏東西呢? 看看先 對了,沒有了 那... 那... 哎呀,糟糕 抄錯題目了 對了,他就說... 呃... 哎呀,看錯題目 差點出事 對了,不好意思啊 原來這個題目呢 還有一個叫做... 我搬上一點點 這個叫做fx 真是粗枝大頁 是嗎? 好 對了,原來這個題目呢 你看真點 原來它不僅只有一個fx 就是一個... 不如我叫做gx 仔 好嗎? 它有提及過的 原來這個呢 就是ax2次 加bx 加1 就是粗枝大頁 我叫這個做gx 好了 在這裏我都錯了 這個位置呢 不好意思啊 我就說 由於the remainder when 看清楚這個題目 這次不是fx 其實根據這個題目的形容 其實這個應該要轉回 轉為gx 所以為何錯 就是這樣解釋 對了,真的粗枝大頁 所以在這些位置呢 我們適當了 就轉回去做g 即是換句話來說 這個位置呢 我們全部都要轉去做g 即是拆掉它 有時不小心做數 就像我這樣 好了,就是g2 就等於9 所以換句話來說 塞回到g 就會是a 2的2次 就叫b乘22 再加1 就等於9 所以在這裏呢 你會發現 2如4 即是4a 再加2個b 好了,加1 掉到旁邊 便減1 當然就等於8 這次可以了吧 是吧 好了,在這裏 順帶我見到 全條式 4a有個2 2b有個2 和8 42如8都有個2 不如全式除2 所以在這裏呢 就會是2a 再加b 就等於4 我先叫這個做意識 好了,真的不夠位了 我再移上一點 我就會說 現在呢 就是on solving 1 n2 不過說真心水清的理 你都會見到的了 這兩條式 1和2 就是semitineless equation 聯立方程 是吧 其實你都不需要用手去計 因為計數機 你可以自家入一條program 可以計到semitineless equation 聯立方程 我當然用計數機 所以我們會發現 A 就為3 按計數機 就有了 and 那個b 我考試真的會直接寫的了 不會從我用手計 就等於 負2 好了 所以當然 這個就是終極答案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A是3 B是負2 一起找一找 A是3 好了 他問你A A是3 OK 找到了 即是正確答案 就會是D 好 大家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OK 給你們看一條題目 縮小一點 對 好 看看會不會看得舒服一點 對 好了 看看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OK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